歡迎各位收看Paylock,現在時間是2016年1月6日,凌晨0時15分 我是栗子八二,今次會繼續講45個球這個遊戲 今次會總結一下剛剛完成新年Event的情況 在今次新年Event的分數列了在這裡 我也列了聖誕時的分數 由於聖誕時的比賽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就跟回規則,盛細它的數 但今次新年Event和聖誕Event的速度 比起來明顯是有點變化 1000名很明顯是慢了5%,500名就慢了3% 但是300名和100名分別是快了大概0.5% 大約的改變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今次新年的活動 在每一個名次上,它能賺到Stamina的單位數 現在大家在表面可以看到 如果每一場踢到越少的分數的話 它越踢得高分,它以前也會虧得非常厲害 最多是可以虧得,如果踢到100位的話 而你每一場只踢到600分的話 那都是要虧得差不多400Stamina 但是如果今次你每一場可以踢到1400Stamina的話 你可以賺到90Stamina 不過我這條數是沒有計算到15萬分的時候 它送的200粒石 以及去到20萬分的時候 它送的300粒石 如果是要計算那些數的話 這裡下面那些要再計算一下 那應該如無以外是去到 每一場能夠踢到1000分的話 都應該會有賺的 看著這裏 如果是跟回15萬或者20萬去踢的話 那這裏可能會有少少美麗 和聖誕那時候比較 聖誕那時候幾乎是全部虧了 幾乎全部虧了 尤其是就算是1000名也好 1000名 那如果它是拿到20萬分的話 拿到300粒石的話 都基本上虧了 那但是去到 就算你是1400名 那也是有微微的虧 那但是去到新年這裡 由於它這次的分數 每一個名次跟1000名的距離 距離小了 那所以就 會 如果你是本身能夠 每一場能夠踢到很高分的 每一場能夠踢到1400分的話 那 而你能夠去到100名的話 都應該是會有少少美麗 在這裡 那然後再看回 如果我們是 要踢到它這麼高分的話 大概需要用的幾多Stamina 在這個表上面就已經顯示了 那就是 這裡 主要是看這裡 主要是看這裡 那 那 當是如果你能夠每一場踢600分的話 那而你想踢到1000名的話 那大概是需要 總共是需要2549的Stamina 如果你是每一場踢到1400分的 而你想踢到100名的話 你就要踢到1852的Stamina 根據這個表 那 那有一件事就比較明顯 由於這次的活動時間比較短 那 如果是你踢得 你7乘24這樣踢的 踢足24小時的 就算你是 就算你是 就算你是踢足24小時 如果你每一場的分數很低 只有600分的話 你依然都要給多 額外 用石頭買回 401點Stamina 這樣你才可以 能夠踢到 1000名以來 否則的話 你就應該是 踢不到這個分數了 踢不到去1000名的分數了 另外 如果你是就算是1400 你每一場是踢到1400分的 你是 你是7乘24這樣踢的話 那你基本上你可以有2900 是295點Stamina的活動力的定余 但是 如果你是每天只拿到18個小時 或者15個小時的行動力去踢的話 那你可能都要額外買回241點的行動力 或者是 左下角這裡 不好意思 左下角這裡 509點行動力 你自然都可能要買回少少少行動力 這樣才可以充到100名 所以其實這次100名 本身都不算易充的 可以看到 怎樣 似乎無論如何都一定要用到石頭 對 這裡 似乎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再和聖誕節的速度來做一次比較 每一日的比較 那很明顯地 如果是跟回每一天 我們有的Stamina 那個消局 它供應的數來計算 第一天 29天 那天比較短一點 那 只有5000分 比聖誕節來說 只有聖誕節速度的六成左右 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到 不好意思 我這個表只是說1000名的狀況 在1000名的狀況裡面 它的速度是跟聖誕節第一天來講只有六成 但是之後就慢慢越來越快 去到最後一天就已經有九成呎 即幾乎已經100%了 雖然還是慢了一點 而去到最後一天 由於全世界的人一起鬥充分 所以這裡是有一個非常巨型的速度增長 就是有171% 即是跟聖誕節的平均速度比較 就是171% 那大家可以看到 第五天 那個分數 每天的分數 得到的分數差不多有三萬分 但是呢 去到最後二天 都是 只有16000分 這裡可以看到 所以就 那裡差不多多了 足足一倍 這裡差不多多了 足足一倍 那這個可以做一個參考價值 即是說 如果是我們以後想 預計最後一天 會有多少分的話 其實是可以跟回這個 這個計算上去 大概可以對最終的分數 做一個比較準確的估計 以後我都會再 根據這個表 去再 對以後的 比賽的分數調整 做一個比較準確的預測 我會根據這個表 來 再 嗯 對 做這個預測 這樣 那 而這個表呢 就是 顯示在每一個時間點 那這些時間 都是我自己 在每一個時間點 都會記下 會有一點點時間不差 我想是 大概 有 幾分鐘的不差 這樣 那 這裡就是 在每一個 名次的位置 那裡 的一些分數 的一些 變化 在這裡 我已經是記錄了在這裡 那 我自己 然後再把這些 分數變化 再綜合一個 叫做 速度 在這裡 這個表 這裡每一個數字 是代表 5分鐘 的分數變化 即是說 在1000名那裡 每5分鐘 就上升了 37分 每500名的話 在這一天 就上升了 60分 那 在這個表裡面 就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到 差不多 一個日 每1分鐘 然後 到 23 那麼 很明顯大家的速度已經加快了很多 由58上升到87,由59上升到66 然後到最後的30分鐘,速度是更加凌厲的 在日本時間11點,頭過30分鐘的速度已經爆升了差不多4倍 我講的是1000名的情況,差了4倍 然後到後半小時的速度是差不多提升了1倍 但是很明顯地,1000名在最後的衝刺比500多 大家有留意到,當1000名在每5分鐘增加600分 每5分鐘增加498分 然後到300名的時候,速度會更慢 不過由於100名的獎品比較豐富 它跟300名的分數差不多有60點 所以100位的爭奪都算激烈的 你可以留意到,100位差不多每一個時間點都是多過1000名的時間點 所以很明顯地,這個名次都是非常激烈的一個比賽 甚至乎到100名,甚至乎到最後的10分鐘 甚至乎每5分鐘就已經有1000分數的變化了 不過如果是有1000分數的變化來講 最後10分鐘有這麼大的變化來講 我印象好像上個聖誕的那個Event 最後的30分鐘好像都沒有出現過一個這麼恐怖的變化 我印象中最後30分鐘的分數變化都好像沒有變化超過3000 所以我就是有點奇怪 現在這一刻我覺得有點奇怪 這次的100名很明顯地這個位置爭奪得非常激烈 很明顯地跟上次聖誕來說 這度是提升得非常厲害 還有我希望大家再留意一下 這度是說的每5分鐘的變化 5分鐘提升669的意思是說 那個Player是跑完之後就馬上再跑 馬上再跑第二場 可神甚至乎他再跑到第3、4場 每5分鐘跑這麼多分數 很大機會每一個Player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在扔石 瘋狂地扔石去跑 這裏是在顯示著 1000名和100名玩家在瘋狂地扔石 500和300名都很明顯地有少少扔石 但就很明顯地沒有1000名和100名那麼多 至於第一名其實就 或者這樣說 大家如果大家留意到 基本上第一名都是由同一個人跑完 這些都是他自己獨自的事 第一天已經5、6天 第一天已經跑得這麼慢 是有一天他完全不跑 最後一個小時也沒有任何動靜 不過他已經是由頭大到尾 他跟第二名都相差20幾萬份 都應該很難聚 第一名沒什麼好說 又是那句 重申一次 過去數據不等於未來表演 今次新年event的數據 也都不會等於下一個event的分數表演 那玩家在早參考的時候要注意風險 那我栗子8、2是不會因為有任何誤差 因為任何損失 對你的任何損失做負擔任任何責任的 最後再說一說 就是今次在這個event裡 我都成功地去到1000名以來 分數就還好啦 我自己就覺得自己今次衝分 就衝得稍微高了一點 看不回我的分數 看不回我的分數 要在這裡看 對啦 我覺得今次我自己的分數 衝得稍微高了一點 今次我有12萬8千幾分 大概是比今次第一千名 是多了差不多5、6千分 我想是差不多超過5、6千分 自己是有少少失策的 如果我能夠再分數前 再算得準一點 精準一點的話 可能可以再跑少多幾場 不過沒什麼所謂 都是損失少少行動點數 那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就下次再會 拜拜